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乘客却不系安全带 那么罚款就是要罚乘客 问奖忘了告知后 做乘客要系安全带就得乖乖接罚单 不过如果问奖已经贴上宣导的贴纸 或者口头告知 乘客还是不肯系安全带 就变成乘客得挨罚 就怕发生这种争议的情况 警方大动作演练 因为2月1号开始 后座全都要强制系安全带 否则要开罚 而且规定很复杂 在一般的道路 小行车不论违规人数 每辆罚1500 进程车如果已经告知 每位违规乘客就得罚1500 高速公路则是以3000元起跳 小行车两个人以上违规 得罚4500 进程车则是每位乘客罚3000 另外还有孕妇 补乳或是患尿部 这些特殊情况都不予举罚 儿童的部分会等到8月 才开始执法 虽然警方强调执法只是手段 但新罚则就要上路 一方面检验民众的守法观念 也考验警方的执法能力 记者林中印磊琪台北报道 台北国际书展今天登场 今年的主题是绿色阅读 介绍各国最新的生态环保初级 而现场也展示最新的电子纸 加上云端技术 未来将如何改变人类的阅读行为 这一台只要2000多块的电子阅读器 可以容纳1000本以上的书籍 比起现在的平板电脑 价格便宜又省电环保 已经慢慢改变了不少爱书人的阅读习惯了 它是省电 只有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才会需要消耗电力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一本电子书阅读器 你基本上可以 你大概路上三个礼拜不用充电都没有关系了 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 以绿色阅读为主题 推荐了许多环保生态设计的绿色好书 其中这一本摩根未来是 是由日本、韩国、台湾、中国跟德国漫画家 利用一年的时间 想象未来2050年 一个永续的城市将呈现何种风貌的漫画书 也在书展中进行立体的展示 这位来自德国的漫画家 他想象未来将是一个非核家园 书展还规划了一个明代的古籍文献展 展出明清绘本、金石昆虫草木状、太古银等重要的古物 还有难得一见 稀有的犹太教最神圣的经典摩西武书 以希伯来文书写 当时只要写错一个字母 就必须整部重写 以羊皮制作而成 也将在书展上亮相 记者陈淑军陈常委台北报道 台湾庙会常见的民俗活动镇头 很受欢迎 但是镇头里的成员 却经常被贴上偏差行为的标签 而在台东 就有一位镇头的负责人 他努力想要打破这样的刻板印象 在今年他打算成立义镇学校 要让走在社会边缘的青少年 透过参与镇头能够找到他们的成就感 今年国片推出的镇头 深入描绘镇头成员的冲突和社会偏见 成了今年国片票房卖座的一部电影 在现实生活中 下个礼拜的元宵节 台东市会有相亲 来个镇头上街绕镜 但一般女众很喜欢看镇头热闹 却不能接受镇头里的成员 认为他们是问题青少年 可是参加镇头的青少年 有人加入十三年照样考上大学 不认为他们有问题 让我变得很健康吧 应该以前收牌骨 现在有点肌肉了 现在来到这边就要团体 但并不是每个镇头团体 对成员都有很强的约束力 要让社会大众马上接受不容易 因此台东市的义震轩镇头负责人 三年前就开始到学校 介绍镇头表演艺术 可是常被拒绝 不过他没有放弃 今年他打算筹办义震学校 不但要让青少年来练习镇头 也要借这个机会 导正叛逆其青少年的品格和行为 把我们的文化继续扎根下去 好 这里有的不知道 不知道文化 这个顶头的观念 的音乐慢慢修正过来 同时也是把大众修正过来 因为这只是学民生而已 这不是说罪恶的渊源 不过要用义震学校来改造镇头 需要费尽心思规划 还要募款 还要注意其他镇头的异样眼光 义震轩希望今年 先从他们的镇头做起 好好的训练和表演 再来影响其他的镇头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会是王小叔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职业有关的手语 他是一位宠物美容师 手语的结构是 他工作猫狗美容师 宠物美容师的笔法 可以先笔出猫跟狗作为代表 加上修剪毛发的动作 以及师傅的手语就可以了 他是一位宠物美容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